台湾女星林秀琪 台湾女星林秀琪 从5岁起就是歌唱比赛的常客 过去曾参加节目超级红人榜 勇闯20关拿下好成绩 具有非常不错的歌唱技巧 然而父亲却在此时罹患肝癌 让他不得已暂时放弃梦想 淡出台湾歌坛 时隔八年 他终于从回老本行 并加盟豪记唱片 发行首张专辑《无语问苍天》 并将这段期间与爸爸的情感娓娓道来 他坦言 父亲当年在病魔折磨下去事 让他崩溃不已 他指言 从5岁起南征北战 父亲一直都很用心帮忙 只希望女儿能一元出专辑的歌手梦 然而 父亲离癌住院时 仍心系女儿梦想 希望她能再次参加比赛圆梦 他心中虽一直想着音乐事业 但仍义不容辞地回家照顾病妇 直到父亲离世 如今 父亲已经离开八年 他也选择回归超级红人榜赛事 整理好自己的心境 重新出发 此次专辑 林秀奇更减去招牌长发 让他一度崩溃大哭 他透露 从小就一直是长发造型 在修剪的那刻 又想起在天上的父亲 眼泪才忍不住溃蹄 长发对我有着很深的意义 对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剪去长发 也象征着全新的开始 坦言剪完后用很多天调试 才敢面对现在的自己 提到同名歌曲《无语问苍天》 则是献给王父的歌曲 他回忆 父亲是他最忠实的歌迷 每当自己想念父亲时 就会拿出他留下的手表 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让自己变得安定 甚至对他说说话 感觉他仍在我身边 直到某天 早已不再转动的手表 指针却突然开始移动 让他又惊又喜 虽然只有片刻 很感谢父亲给我的回应 我会更努力的走在歌唱路上 父亲永远都是我的头号铁粉 对于上述的灵异事件 他其实早已见怪不怪 由于家中开设神坛 他的体质本身就异于常人 不仅被鸡同认证是妈祖代言人 更被粉丝封为先借口一解 他自曝 过去曾有过半夜呼吸困难 被家人送至急诊的状况 但医生始终查不出病症 直到有感应力的哥哥发现妹妹的通灵体质 他才慢慢成为信众神明之间的沟通桥梁 也逐渐能适应看到灵界事物的状况 不再因此害怕 相信父亲一定在天上继续保佑女儿心路顺遂 一定要加油呀